黃同學,你好,可以請你稍微介紹一下你的作品嗎? 好,謝謝,那... 那...這個是我的作品,它叫《政機》 那...這個政機的設計理念就是呢 呃...一個...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個互動 加上一個文字的一個歷史 所以產生出來一個作品 那其中具有一些文化意涵 對,那其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呢 它的特色就是可以做一個拆裝 那這個拆裝讓它在運送時可以保持住它只有一半的空間 這樣在運送時節省了相當大的一個成本還有空間 那再來就是說它也保留了它壓克力的特性 也就是所謂的通透感 那這個通透感呢,其實在很多的材質應用裡面呢 之前...呃...可以說有這種通透感的材質不多 例如像玻璃 但是壓克力跟玻璃相較起來呢 它在加工上面的一個技法 呃...就差很多了 因為壓克力相... 它可以來得更方便的加工 像彎曲啊,還是一些成型 它可以達到跟玻璃一樣的效果 但是它的...加工的時間跟金錢可以省下很多 對,那這個作品主要也是想要展現一些很簡單的一個設計 不要過於複雜 然後可以讓人們在使用中更方便 對 謝謝王同學 謝謝 Luyan